我覺得不只是武術上實用性和表演性的平衡那麼簡單 而在二十一世紀的發展 傳統武術應該要取向道路是什麼 簡單而言 實用性的 例如空手道 跆拳道 泰拳 步入西方的體育文化 甚至奧林帕克 可以同步以同一種準則 接納到競賽的模式 但我們要問競賽的模式是否適合中國的武術 如果做了這件事 對武術製成的破壞或影響是什麼 就不是簡單實用和表演的平衡那麼簡單 我覺得如果只是這樣表達的話 是將整件事簡單化了 因為傳統武術本身的存在意義 由最初就是一種格鬥的模式 如果武術脫離格鬥 脫離了一種實用空間 可以用到智慧 有種修煉等內容的話 我覺得武術就脫爭了 所以它這個用的層面是必須存在的 但至於如何保留這件事 在今後的社會裏面 如何發展這件事 是很值得去探索的一個問題 不是非常簡單的問題 是很值得去探索的 我會有很多問題 是很值得去探索的